记者彭建里苗栗报道,苗栗现许姓女子透过女儿得知,丈夫赖姓男子与大塔三岁的租屋女房客阮氏同床睡觉,怒告赖男,阮氏涉嫌妨害家庭,但经苗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发现,许女的女儿只看到赖男,阮氏同床,但未见两人有发生性行为,认为罪证不足,才定不起诉处分。 许女指控,赖男,阮氏两人自2014年起,一同居住于赖男住家并同床睡觉,认为两人同奸。 赖男,阮氏坦诚同住,但否认发生性行为。 阮氏便称,他是想赖男的母亲租房子,住在三楼,后来他女儿搬过来就搬出去住了,他没有跟赖男发生性行为。 赖男也称,阮氏跟他母亲租房子,阮氏租一层,在三楼,他没有阮氏发生性行为。 检察官调查,许女于甄讯时也自称,是他女儿向他说爸爸和阿姨同床睡觉,他才知道这情形,而且女儿也没有见到赖男与阮氏发生关系。 检察官认为,依许女女儿证述,也仅得证明赖男,阮氏两人有同住一间房间。 但无从构成刑法妨害家庭罪章的罪名,是以许女的指控仅属个人一策之词。 无从俊为赖男,阮氏两人不立之认定,检察官认为罪证不足,才定不起诉处分。 检察官认为罪证不足,才定不起诉认为罪证不足。